学业表现是学生 教师或机构达成短期或长期教育目标的程度 完成中等教育文凭或学士学位等教育标准就代表了学术成就 学校透过多种方法衡量学业成绩 包括考试、持续评估和其他形式的评估 学术成就通常透过完成教育标准来衡量 例如中等教育文凭或学士学位 诸如技能之类的程序性知识和诸如事实之类的陈述性知识 都是学业成绩的重要面向 然而,对于哪个方面最重要,尚未达成普遍共识 学业成绩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包括 1.程序性知识 程序性知识是指完成任务或解决问题所需的技能和能力 例如阅读、写作和数学 2.陈述性知识 陈述性知识是指事实、概念和思想的知识 例如历史事件、科学理论和数学公式 学业成绩和学校资助之间的关系是 学校资助是基于学生的学业成绩 学业成绩较好的学校将比成绩较差的学校获得更多的资助 学业成绩较好的学校将比成绩较差的学校获得更多的资助 学业成绩指数 API是衡量加州公立学校学业成绩的指标 它由加州教育部、CD根据加州学生表现和进步评估 COS测试的结果计算得出 该测试针对3到8年级和11年级的学生 API是一个范围从200到1000的数字分数 其中1000是可能的最高分数